這...這裡是哪裡 學恩 你終於醒了 這裡是醫院啊 你都昏迷了三天 我們都快擔心死了 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會在醫院 唉 也不知道你們話劇社怎麼搞的 道具組 竟然沒有放好你高台下的軟墊 你一掉下來就暈得過去 我和你媽媽接到電話都快嚇死了 對啊 那時候我在台下看 台上突然碰的一聲 把我都嚇死了 你還好嗎 對啊 萱萱 我在後台還聽到聲音 就急急忙忙的衝出來 連我最新的耳環都弄丟了 剛剛你暈過去的時候我真的嚇死了 去團隊大家也都很擔心你 你現在感覺還好嗎 沒事啦 讓大家擔心了 我會盡快打起精神的 只是 剛醒來頭還有點暈 我想再休息一下 啊 對對對對 醫生說啊 你現在這個階段 你就應該要多休息 才會早點康復 我們家萱萱 以後可是要當影后的人 現在可不能有什麼後遺症 唉唷 你也別太誇張了老婆 但 我們也真的別打擾萱萱休息了 大家先出去吧 好好休息啊寶貝 好的爸爸 謝謝你們來看我 你不是說要把事情要處理好了嗎 為什麼他女的還醒來啦 看起來一點事都沒有 我也不知道啊 明明那個時候 我就把軟店給搬走了 為什麼他還會在那邊啊 你問我我是要問誰啊 我們當初討論的計劃 本來是要讓他因為受傷 錯過這次公演 我才能當上你主角 現在好啦 他根本沒事 還毫髮無傷的回來了 你又可以跟你心愛的小女生 趁光幸福快樂的生活囉 寶貝啊 你也知道的嘛 我根本就不愛那個女的 還不是我爸媽堅持那個什麼 門當戶對 非得要我和他在一起不可 他有怎麼愛我 我早就想擺脫他了 你也知道的嘛 講那麼好聽 叫你做事還不是失敗了 真是誠實不足 敗事有緣 好嘛寶貝 不然我們待會去買東西 你想要什麼我都買給你 好 走吧寶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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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 打擾到你們講話了 沒事 我們結束了 你們聊吧 謝謝醫生 薛薛你還好嗎 還有哪裡不舒服 有沒有撞到頭 會不會變笨啊 啊 臉呢臉有沒有 不要這樣 我們已經不是八歲小孩了 對不起 一不小心就忘了 你不喜歡這樣 你怎麼會來 你這不是要打工嗎 喔 我接到電話 聽王柏睿說你醒了 所以就過來了 判病 感覺要帶個水果什麼之類的 但因為來得太零食 所以沒有地方買 抱歉 沒關係 又不缺那個 好吧 那 阿王柏睿咧 那男的 不是應該在這裡陪你嗎 啊 誰知道 薛薛 這個是 還來 王柏睿跟李沛恩要害你 你就當沒看到就好 不關你的事 不對啊 是他們害你變成這樣呢 他們為什麼要害你 我們不都一直是朋友嗎 朋友 這世界上哪有什麼朋友 不過就是一群想要利用我的爸爸 我一定要報仇 事情 真的一定是這樣嗎 有沒有可能你誤會了什麼 就算真的是這樣 那一定也還有更好的解決方式啊 所以你先不要衝動 出去 你給我出去 你知道嗎 做錯事的人注定是要緩的 你就應該像當初做壞事那般賭定地奔向你們的罪 我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耶 你是不是誤會了什麼啊 誤會 你不要以為全世界沒人是讓你幹的那些骯髒事 卡 我最初步的改變 你還是我們對腦袋 這般的改變 你給我做不到 我一定不給你 看你 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 你幾乎 你把努力的那個 我不用擔心 我們去做到 那裡 你再去做不到 又康復的這麼好 那你就回到你原本的位置上吧 好 那今天的排練就要這邊結束 大家回去記得好好練習喔 先走囉 謝謝老師 挺軒啊 挺軒 挺軒 你終於回來了 你都不知道你受傷這段時間 我們有多擔心你 對啊 欸 沒有你 這個就像少了靈魂一樣 你能回來真的太好了 太誇張了啦 我休息這段時間也很想你嗎 好啦好啦 時間不早了 明天見吧 拜拜 拜拜 萱萱 妳真的太厲害了 感覺妳剛剛對戲的眼神 都跟以前不一樣了欸 還是妳有什麼心事嗎 沒有啦 妳想多了 真的嗎 妳有什麼事都可以跟我說的喔 畢竟我們是最好的朋友對吧 我們從國小 喝點東西吧 都累了吧 今天排演一切都還順利嗎 今天排演一切都還順利嗎 第一次身體狀況都還好嗎 呃 很順利 剛才老師還說我演技進步了呢 啊啊啊啊啊 真的嗎 那真是太好了 既然如此 那我們就去吃個飯 慶祝一下吧 慶祝 我看你們就是想反覆確認我 到底知不知道你們幹的那些骯髒事 是我的壞曬怕被發現 架猩猩的蛋小狗 請進 啊 是婷軒啊 怎麼了 練習遇到什麼問題了嗎 那個 老師 我覺得 這次公演我還是先不要上台好了 蛤 怎麼突然這樣說 之前練習的狀況 不都還挺好的嗎 嗯 沒有啦 只是自從受傷之後 我就很常頭暈 我怕我沒有辦法演好女主角 犯上這麼重的角色 可是 但這個角色 這樣該怎麼辦呢 嗯 我覺得 佩恩蠻適合的啊 之前我休息那段時間 不是也是她代替我的位置嗎 嗯 好 那好吧 但我還是希望妳可以上台演出 畢竟妳一直以來 都是我們話劇社的靈魂人物 這次因為妳之前的意外 要重新呈現未完成的罪 妳沒有理由缺席吧 好的老師 那就由我演佩顏現在的位置好嗎 這樣我們也不用找新演員了 好 那就這樣吧 好 謝謝老師 主愛 妳在這裡做什麼 妳和老師說什麼 我不是叫妳不要多管閒事 李廷軒 報復別人最好的方式 應該是贏過他們 而不是變得跟他們一樣 不是嗎 我不想聽妳說這些大道理 那我求求妳 妳看看妳現在所做到的事 妳真的要放棄這些嗎 還有 如果妳真的把我當朋友的話 那至少聽我的話 停下來 但 但 妳先讓我自己一個人靜一靜 我 我有我的罪 我 我不害怕 我 一無反顧地 奔向她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呢 上次是我 這次是佩恩 如果 如果我不要跟她換角色的話 她是不是就不會受那麼重的傷了 怎麼會這樣 明明之前 排驗的時候都沒有什麼問題啊 練習的時候也沒有出什麼事啊 她這樣以後是要怎麼演戲啊 她這樣以後是要怎麼演戲啊 妳還好嗎 妳要不要喝點水 這 這水裡加了什麼 妳打算怎麼做 就像寶貝上次說的 偷偷把她的軟墊移走 她從那麼高的台子摔下來 一定沒辦法參加這次的公演 妳就能順利當上女主角了 怎麼樣 我的計畫不錯吧 嗯 寶貝妳最棒了 要不是我那天剛好回道具室拿東西 我現在早就不在這裡 怪我這麼相信 一個是我交往三年的男朋友 一個是我認識十年的好閨蜜 竟然被我偷偷交往 還想害我 妳 妳想做什麼 我想做什麼 當然是報仇啊 用妳們害我的方式還給妳 想不到吧 說不我要跟沛安換角色 軟墊也是我移開的 既然妳跟妳的沛安寶貝這麼相愛 那妳就跟她好好去地獄 高度幸福人生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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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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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還好嗎 你怎麼來了 王博瑞咧 聽說妳找王博瑞來天台 妳想做什麼 想做什麼 你應該是問我做了什麼才對吧 什麼意思 修修 我跟你說 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我都一定會保護你的 所以我們先起來好不好 保護 你到底在說什麼瘋話 因為你是誰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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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殺了王柏兒的兇手 你到底在想什麼 殺了人的是我 造成罪的是我 我有罪 對 我有罪 是我沒有辦法阻止你 但我不會再失去你第二次了 你就是用那個東西 害了王柏睿了吧 這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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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是那個人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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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